另外台北市的垃圾有高达七成都送到了北投跟内湖的焚化炉来进行处理 而焚烧过后剩下的飞灰在经过水洗还有降低毒性之后 可以作为水泥建材之用 不过今天有市医院就痛批 北投水洗厂耗资将近一元新建 不过水洗率只有10%而已 效率实在很差 北投焚化炉在民国一百年赤字八千七百多万新建北投水洗飞灰厂 将北投内湖两座焚化厂焚化垃圾后 会产生含有重金属带药性的飞灰 经过水洗降低毒性 可以作为水泥建材再利用 但是医院痛批才新建两年的北投水洗厂 每年水洗的飞灰量最高只有10% 其他的都采取固化处理 装进绿色大型太空包 气质在南港深住库垃圾掩埋场污染环境 正由风吹日晒 然后任期将这个固化物暴露在外 然后一流到所有的水源地或是污染土壤 那已经渗透到整个地下水源系 然后串流到基隆河岸 影响到市民的健康 市议员解出装有固化飞灰的绿色大型太空包 堆满北投学洗厂 对照木榨学洗厂每年学洗率高达百分之百 北投学洗厂的效率太差 提拔環保署核准之后才能够来进行 所以没有办法像议员所指的说一次大量的一万吨两万吨就进行再利用 达到一般配器物的标准不是有害的 才能够送到我们的山珠库野蛮厂里面进去暂存 台北市环保局强调 希望在三年之内 北投水洗厂能够达到水洗率百分百 将飞灰彻底利用 目前放置在山珠库的太空包会定期抽验品质 以确保环境安全 记者李希彭老组台北报导